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轻松聊时事 规邪谈政治 欢迎收听子鱼生活二三四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子鱼生活二三四 欢迎收听子鱼生活二三四 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一位 不仅是我们在高雄市这边 性别平等的推动非常着力甚深的一位 可以说是先锋级的人物 同时也是我们现在在教育现场第一线的老师 就是我们高雄市性别平等协会的理事长 刘玉豪 刘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聊一聊 关于性别平等跟其他方面的类似的问题 那首先呢先请这个老师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港和国小的刘玉豪老师 我现在是高雄市市面公民机动协会的理事长 了解 那其实我相信对这个平权的议题有关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大概上次在十月底的时候 才在台北成功的举办了就是台北的这个同志大游行 那13万人的规模也是历年来之最啦 也获得了世界上非常重要的这个显著的这个跟进还有报导 那因为台湾在这个部分的确是一个值得骄傲的这个 不只是亚洲之光甚至是世界之光 展现大家能够对不同的这个人的一个平等的尊重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哦 虽然说台北的活动结束的我们高雄还是有的 而且就是在这个11月25号的时候 那这边就要请教一下就是这个刘老师 那我们在高雄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做一些主题的一个凸显呢 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规划 今年的时间在11月25号是因为以往的两届都在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那在讨论今年的日期时候就有去考量到可能会有选举 那后来果然确定了选举会是在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 所以就想说到底要怎么去协调那时间 那后来我们有团队的讨论之下 我们就大胆的提出说 麦克不可以结合选举 那我们把主题定成跟政治的投票是有关的 那就把它定在投票的隔天 所以今年在11月25号 今年的口号叫做彩虹回家一同正式 前面的彩虹回家就是希望说 在很多外地的一些高雄子弟们 可以在11月24号这天回来高雄投票 当然那投票的依据 当然我们是希望最好就是依据候选人的性别友善政策 或是他的性贫观念来做考量 对那后面的一同正式就是我们一般会讲说 希望不管是同志或职同志 都一起来关心这样的少数族群的权益 那刚刚老师你有提到一个名词 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不是那么的了解 所以就是关于我们大概已经都能够知道说 同志它所代表的意义 那什么是职同志 职同志大部分就是讲说 他本身的倾向不是同志 但是他却对有同志议题 或是同志的朋友很友善的人 我了解 那这样定义的话 我也算是职同志的一部分这样讲 不过说到投票 那当然这一次除了这个县市长 还有县市议员的候选人之外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次有很多的公投案 那其中的一个非常大的这个一个部分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性别的平权 然后还有关于到我们性别平等教育 甚至说是这个同性婚姻的这个部分 那是不是能请老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今年的公投真的是票蛮多的 那大概就是如果我们是支持这个一个理念的话 要怎么投才是比较的适当这样子 今年一开始是由反同方所先提出的三个公投 是第十案第十一案跟第十二案 那十跟十一其实在 简单讲就是反对同性婚姻 对虽然说已经去年有实现过了 但是他们还想要借个公投的方式来阻挡同志婚姻的进展 那第十二案他们是提出想要废除在现行性贫法里面有的同志教育 对那当然这三个案如果用我们性贫观点来看 当然都是不OK的 因为他可能会阻碍了同性婚姻跟性贫教育的进展 所以这三案就是十一十二当然就是要投不同意 那但是相对的因为对方有这样子的动作之后 其实挺同方也有提出对案 那是在第十四案跟第十五案 十四案是在希望继续用民法来保障同性婚姻 对那十五案就是希望同志教育 甚至包含情感教育跟性教育都能够含那进行性贫乏的母法里面 对那这两案当然就是要投同意 所以这个我记得没错就是我们网路上也出现了一个口号 叫做两好三坏 对这个样子 就是说十四十五号 那如果这个听众朋友您是支持这个性别平等的 支持这个婚姻平权的 那就是十四十五要给他投同意 那当然呢就是作为相对面 那十号十一十二就是给他按个叉叉啦 那个给他三坏这样子 不过其实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是会 比较好奇啦 就是说那某种程度上看来 就是现在大法官四线之后 那同志朋友是明年最后的这个期限一到 是一定可以就是结婚 那只是说你要用哪一个法条去结婚的问题吗 那当然支持这个同志运动的朋友 就会希望是用民法的方式 跟所有人一样 那这个被大法官打脸的这个反同方 那他们就已经 对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是千百个不愿意的 就是退到说就是另外设一个专法 来去做一个法律的依据 那么就是要请教老师说 那民法跟专法 它的差异在哪边 以及为何如果我们是支持平权的话 还是会希望用民法比较好 民法的概念就是说 它其实民文也没有写成是一男一女 但是它会在其他的条文当中 让人家去认定说 所谓的配偶就是一男一女 但是所以它修了那条法条 只是希望把那个男女的界限拿掉 希望可以让相同性别的人也够纳进去结婚的 如果它是一个人权的话 就是能够让同性别的人也能够享有这样的人权 可是专法的概念是说 同志它不适合用 不适于一般人的 它是另外一群人 所以他们用专法 所以同志朋友其实在意的是说 我就是一般人 我跟一般人其实没有两样 那为什么要用一个法把我去隔开 那这个样子就会很像是以前 美国黑人运动 他们在早期之前 可能黑人坐的是公车的后半部 或者是他们用的是不同的饮水机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是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大的区隔性 所以同志朋友是比较不愿意能够用专法去结婚的 虽然相对都能够结婚 但是意义上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样听起来就好像就是说 我们都可以进餐厅去吃饭 但是就是有一群人 他明明就是拿着一样的钱 他也是跟我们一样都是这个国家的国民 但是他一进去到餐厅 就会被店家强制要求说 不行你就只能做二楼 大概是这种感觉 那我相信不管是谁来遇到这种状况 应该都会觉得说好像有那么一点怪怪的 不是很受到尊重这样子 对啊就是那种差异性待遇其实是不公平的 嗯了解 不过我相信也有很多 特别是年轻的听众朋友 昨天还有前天都有守在电视机前面嘛 就是看那个辩论 对那那个老师你觉得这个前两天这个辩论的部分啊 就是有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提出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 我觉得在民主社会能够有个辩论是非常好的 不管是针对性别教育的议题 针对同志婚姻的问题 或是针对能源的问题 我觉得有辩论是很好 像我在学校也都开辩论社的社团 我觉得训练学生的逻辑很好 所以相对上那个逻辑不好的人 在公投辩论会上所展现出来的那些言行 就会让我觉得冷汗冒很多这样 就是说那个你可以有你的意见 但是不可以用不对的逻辑去讲 或者说用造假的事实去讲 或是用那个移化街幕或断装局的东西去讲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针对论点去做讨论 但是不可以用不正确的东西去讨论 我觉得老师你提的这个观念很好 因为不只是这个在这个议题上 我们应该要秉持着 就是让事实来做那个说话的这么一个这个过程 而且其实这也是我们做人的一般道理 难不成我们平常走在路上 你去早餐店买个早餐 人家跟你说火腿蛋35 你就拿给他30说 不用早没关系 不是这样的 而且其实很 有点比较不好意思的说是这样子 因为之前的同志大游行 让世界关注到台湾 而且是非常正面的评价 但是最近就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论 然后一直在流传 然后竟然烧到连人家那个法国驻台湾代表处 比利时驻台湾代表处 都被迫要发声明说 没有没有 我们法国跟比利时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套一句大家很常听到的话 这个就叫做丢脸丢到国外去 对所以 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很希望 有不同的意见OK 可是真的是要站在事实的基础上去做对话 所以那老师这边要请教一下 我就是说那么在这一次的过程之中 那么特别是关于这个性别平等教育里面 因为有一个案子是说 要把同志教育从里面拿出来 那假设这个事情真的给他过的话 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可以回到教材来看 就是说确实现在的教材里面 并没有直接的提到同志二字 但是如果用国中的综合课本去看的话 他是有讲到性别光谱 那他里面有个字眼叫做性倾向 性倾向 那但是他没有那条光谱 就是说正确的光谱是有四条 第一条是生理性别 再来是心理性别 再来是性别气质 最后是性倾向 有这么细致的分 但是他有那个字眼叫性倾向 但是却没有那条性别光谱 因为受到之前的一些抗议之后 出版社把它拿掉了 那这就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文字跟图的锻炼 就是说课本应该就是很完整的说明 包含文字跟图能够配合 那字在那边叫性倾向 但是他如果没有那条 也许有学生会问 就是说老师什么叫性倾向 那请问到这个时候 老师要不要解释 正当来说是要解释 虽然没有那一条 那也许老师可以补充 用话的或怎么样去讲解 但是假设之后 同志教育的这个条文的 那个字眼 从性贫法 是行习节里面被拿掉了 那老师可不可以讲 他讲了之后 会不会引发一些争议 假设孩子会去讲说 我们老师在学校讲同志 什么什么的 那也许就会有不同意的家长 用说那这个依法无据 所以你在学校讲这个 你就是可能违法或怎么样 那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那相对来讲 那个知识就不完整了 那不完整的知识 我为什么 我怎么好意思交给学生 所以我觉得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案才要 就是第12案才要投反对 了解 因为刚刚老师你提到 也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记得在这个 所谓的推动平权的路上 比较早之前的年代 我们是说两性平等 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了性别平等 这其实它有很大的美感 各位听众朋友 并不是单纯的改制而已 而是说两性平等 它就只说这个就是男或女 男生跟女生 对两个生理的性别 跟心理的这个性别 可是变性别平等之后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这世界上 并不是那么单纯的 只有所谓的男或女而已 因为我们也有经历过很多的一些 不管是媒体报道 甚至说我们生活周遭的人 他可能就真的是一个 有不同的性形象 甚至说比较在性别气质上面 是很多元的 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去 秉持一个专业的这种尊重 很多元的这种状况的话 它会让我们的社会更加的丰富 跟更加的多才多姿 对所以在这段节目的最后 我们还是要来跟 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呼吁一下 就是11月24号 不只是选县市长跟议员 我们的公投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是说 关于这个良好三坏的这个部分 那再请老师跟我们来复述一下 就是要拿几个头好 拿几个头坏 就第10第11第12 这个是不OK的 所以请投不同意 那14跟15是OK的 请投同意 了解 好的 那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节目 先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 进了广告 那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来跟这个刘玉豪老师 讨论更多 关于我们这个性别平等 相关的这个议题 各位劳工朋友 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 找工作 学技能 请上劳动部台湾就业通网站 劳动部在全台设置五处 青年职业发展中心 协助青年的职业探索 职业训练及就业媒合 阿春部长在这 郑重推荐给大家 欢迎来新年职业发展中心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提供 由美国专业健康团队研发的 风脆卵壳膜蚕丝皂 洗盐 敷脸 双效合一 每一块皂含60颗珍贵蚕丝蛋白 可生存清洁 滋润肌肤 洗净多余角质 维持肌肤活性 让您轻松洗出健康坦润嫩白鸡 现在闭合博风筛卵胳膜蚕丝造特价中 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 货波0809 092 898 妈已经晚上了 你还要骑脚踏车出去哦 对啊出门运动一下 那我帮你检查一下前后车灯再出门吧 好谢谢你 骑乘自行车时需佩戴合格的安全帽 并开启前后灯或装置反光设备 保护自身安全 随时注意周遭的人车动态 离让行人遵守交通规则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道安会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 在这边人生无上 有的人是为了亲情 需要 身体在烦恼 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这张飞飘门 我们如果要睡前念飞飘门 飞飘让自己的完全贼助 走生 我们的心来会更平静 这里可以自己免费来结缘 空气三三五 数理三三 快乐就是和世界当好朋友 和潮流不断线 每天开车上网回家 无时无刻都听到快乐联播网 是我最快乐的事 快乐联播网陪您串流全世界 掌握新知 请搜寻快乐联播网粉丝页 或搜寻官方Line快乐联播网 快乐联播网 快乐联播网 快乐狗狗瓶 97.5 快乐昆家南 92.3 快乐大台中 89.5 快乐大台北 89.3 快乐华当 98.3 快乐配偶 96.7 快乐红虾 91.3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播网 我爱心味地 都在这 海底沙 无论情分也设置 我都在怕 你最前所爱 高兴 只有你的所在 我爱心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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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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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讨论关于这个性别平等还有这个同志婚姻以及这个性别平等教育相关的这些议题 那同样的来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港和国小的刘宇豪 那在上段节目我们就有跟大家来稍微做一下讨论了就是年底不只是投县市长跟县市议员 那也有非常重要的这个公投的这个案子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关心然后来投出这个良好三坏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段节目要来跟这个老师跟理事长做请教的就是说 因为这个老师之前也是在教学的第一线现场那又有把这个性别平等教育他的这个精神落实嘛 结果没想到这一落实下去好像出事情了 对那这个事情就是说好像后来有被比较不能接受的这个另外一方甚至说扬言要提告 那这个故事能不能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好 这个其实是因为前年年底有孩子问我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他来问我什么是保险套 那我觉得那个关键是在于说因为我的教室是很有善的 学生也不会觉得说拿这个有禁忌评价的东西来问我 其实他可能会受到一些责难 其实他知道他不会 所以他来问我那我也觉得应该要好好的回答孩子 那后来我把它变成一个课程就在课堂上教了 教了之后就引发了很多的反对的意见 就是说才小三怎么可以教保险套 可是其实我的重点是在于我要教的是安全性行为 孩子终究会长大 其实现在很多孩子的性行为可能在国小高年级就已经发生过了 各位听众朋友要注意哦 这个不是眼睛闭上又没事情的 就是事实已经摆在那边了 那我们只是提前的跟孩子说 将来你遇到的时候要记得保护自己保护别人 这个才是重点 可是就会有反对的人认为说 我是在鼓励孩子从事性行为这件事情 可是这个推误是很荒谬的 那总之我做了教学 那后来看不惯的人就有去 除了去教育局申诉 还有去地检署有提告我 那后来这个事情怎么发展 其实教育局因为接到举报的电话 其实他们有来做行政的调查 是很正式的行政调查 那整个调查之后他们也知道 整个过程是非常OK的 因为包含我在上课之前都还有发家书跟家长说 我会做这样的课程 那回来的家书的回应的家长都是很OK的 都觉得很好啊 这个本来就是该讲的 那当然我也很幸运遇到这样的家长 那总之教育局做完一整个调查之后发现是很OK的 所以他们也后来有发了一个新闻稿 就是说老师的专业自主是非常重要的 不容被污蔑 那这是教育局的部分 那到地检署其实我有去出庭 那我跟检察官做了解释之后 后来也是得到不起诉的处分 所以就是连检察官这个部分也都是认同说 基本上你就是没有做错事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刚刚老师你提到这个经验 会让我想到一个真的很有趣 就是好像会有人觉得说 我交给你这个知识 我就在鼓励你做这个事情 不是这样的啊 那难道说你去念个宗教经典 你就会成佛成仙吗 没有这回事嘛 对不对 难道你去买这个头 你就一定会中吗 没有这种东西啊 很多时候就是不只是性方面的东西 就是其他的知识 我们去获取它 是为了能够去更认识这个世界嘛 包括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好 或者是说这个世界的一些其他的物体 它互动的关系也好 所以我觉得那应该是要抱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啦 那而且再怎么说 退一万步来讲 那如果有些人他会认为说 教这个是不OK的话 有一个事情真的是要跟大家很坦白的去报告喔 那些会准备来侵犯你的孩子的人 他们从来不会觉得说什么时候是OK的 什么时候是不OK的 当这些就是我们社会上有一些比较不OK的人 他要去对其他人去做出侵犯的时候 那你要怎么样让那些人 就是受到侵犯的人能够保护自己 这其实是一个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能够去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啦 如果可以的话 当然就是直接拿剪刀把它剪掉嘛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你当下没有那个能力的话 就是要先保护好自己才是一个最上策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性教育的知识 真的并不是有那种所谓太早学的问题 而且是应该是他应该要跟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体 是同一个脉络啦 就是当我们对身体好奇的时候 也就是可以进行性教育的这个时候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那除了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保险套的课程之外 那你觉得说在国小的阶段 有没有一种比较可以就是系统性的 可以让孩子去认识自己的身体 这种教学的状况呢 这个就要牵涉到说其实性别平等 虽然是教育部的一大领域的课程 但是其实他没有正式的时间 他也没有正式的教材 他可能只有散落在国中的综合啊 或是健体的课本里面的一些片段 可以称之为性别教育 那也就是说假设一个小学老师 他要他其实是友善的 他也觉得这是该教的 那他要怎么来上课呢 其实没有教材 再来他没有时段 所以采的是融入的方式 所以融入就是说 可能你在国语课的时候 或是数学课的时候 可以针对课本的某些内容 去多做一些补充 带出一些性别的讨论这样子 那这对这还是对有心的老师而言 他可能会这么做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老师 就不能说反正没教材没时段 我就不用教了 这个还蛮常见的 对对对 所以就是你的提问 会让我觉得有点难 就是因为教育部还没有 好好的正视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的教育部 要来加紧脚步的部分 因为说句实话 就是我们随着时代的改变 我觉得有很多年轻一辈的 这个我们的这个台湾人 那他都是很希望能够 为自己的故乡能够多做一些事情 然后去做一些最实际的改变 然后这时候就会有点 有的时候会有点力不从心 那因为不只是就是可能社会的氛围 他可能还没有办法做接受 那也有另外一部分就是一种所谓的官僚文化 真的是非常盛行 那不只是在政府的部门 然后甚至可能 我相信在教育现场也是有一些 老师他可能会就是 把这个所谓的性别评点教育 也当成是其他的课程一样 这种课程就是说 有要教我教我就教 没有要教我教 那就我们再联络这样子 可是因为我自己教书这么久 我会发现很多班级经营上的问题 都是跟性别的刻板印象 或是性别的一些歧视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觉得老师一方面不觉得 这件事情重要 一方面又在会一直抱怨说 怎么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 其实都是因为前端的教育没有做好 那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校园的性骚扰 就是性侵害发生 那如果你在教育官先把它拔好的话 也许后端的处理上就不会这么棘手了 这没错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会发现事情的发生 它其实并不是突然之间爆发的 它是会有一个脉络跟酝酿 那举例来讲 像老师你刚刚提到的例子 就是假设我们把那个事情的终点 是发生性侵害好的 那他之前一定会先出现过那种 对于异性肢体 甚至说同性身体的不当接触 但是没人认为那个是有问题的 然后就会开始慢慢的更进一步 更进一步 然后就过了那一个没有办法 这个接受这个红线 所以其实我觉得作为不只是老师而已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要先稍微去反思一下 特别是台湾过去的文化 就是有一种很明显的 那一种 你要说它是酒店文化也好 又或者是说那种男性的文化也好 就好像那种摸一下气一下 不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真的是这样子啦 那老师你在平常在班上的时候 也会跟学生去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吗 我现在比较做的方式是在生活中去落实 就比如说我们叫学生排队 我就不会说男生一排女生一排 因为排队这件事情不是用性别可以做区分的 虽然说实情上是这样子 因为他们已经从小就习惯了这样子的排法 可是我就会说那这边的人一排 这边的人一排 所以在语言上我也不会那么去强调两性的分化 那或者在任务的指派上 我也不会强调说一定要让男生来帮忙搬东西 或者做比较出劳力的事情 对 我在各种生 各种班级经营的细节上是很 是尽量去采取平等的方式来做 因为老师你刚刚提到的东西 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谁说男生的力气就一定比较大 谁说女生的力气就一定比较小 其实我常看到很多很柔弱的男生 对 对然后 不过这边也会引发出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在遇到比较柔弱的男生的时候 他的性别气质比较硬 所以他真的是往往容易会变成一个被欺负的对象 那相对而言 有些性别气质是比较阳刚的女生 就没人敢欺负他 但是他们 他们两个所获得的评价 基本上他都是同样的有一种 比较不好的意味在里面 因为另外一个就叫娘娘强 一个就叫做男人婆之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是需要在他们对这个认知定型之前 老师应该要去进一步的 先跟大家来做解释的部分 对因为真正的平等 绝对不会是用性别的刻板印象去规定的这样子 对那我相信 老师你的班上应该这方面的 应该是不会有出现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你的很多小细节都非常的注重 其实我有带过你说的所谓男人婆的女生 或是有带过比较阴柔的男生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不会觉得他们有因为这件事情而被其他的同侪欺负或是关系霸凌 对因为相对上老师跟这些 跟这几个孩子的互动也会去影响到 其他学生怎么看这个人 对所以老师音乐是很自然的去跟这些孩子互动 他们其他同学就会看到啊 对那就是说你不用去性型像化 也不用去性别气质化他这些人 因为那些不是他的重点嘛 是他比如说他功课有没有准时教 那些才是重点 对了解了解 好那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这边再稍微进个广告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今天的教案新视窗 我是杨杰 在今天我们的单元当中邀请到的是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警务员黄茂雄 雄哥你好 主持人 以及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请您跟大家做一下提醒 尤其我们的自行车骑士 有什么样可以让大家更安全呢 请您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好的 第一点就是于汽车混合车流中 务必要靠右小心骑乘 并随时注意并行的车辆 是 第二点就是遇到路面不平 坑洞 积水 大雨 或者是陡上坡等特殊路况 或通过交通复杂路口时 可以迁行的方式来这个迁行 再来就是第三点 夜间骑乘自行车的时候 务必要使用这个灯光 以及其他警示装备 比如说后面装这个反光片 铃铛或是闪灯 以掌握车前车后的状况 并让其他用路人了解自行车的位置 再来第四点就是 切记征线 征道 并行进驶 或以其他危险方式驾驶 第五点就是行驶在与行人共同的通行空间时 务必小心与离浪行人 注意其他自行车的动向 在最后一点自行车不应该载人 或是装置火线筒 或是耍帅的牛甲 这样会造成摔车 或是更严重的危害 好的 希望说我们的自行车骑士朋友 能够特别注意 让自己能够更安全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高雄市警局 左营分局警务员黄茂雄 感谢您雄哥 谢谢您 谢谢 路全要遵守 平安多更多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道安会及高市府新闻局提供 老婆 放假去哪里玩啊 去屏东四重溪泡汤啊 好啊好啊 冬天泡汤最舒服了 而且今年温泉季走日式浪漫风 有超梦幻的紫色灯海 樱花步道 核心碎廊道等登景 另外在车城或四重溪住宿一晚 或是饮食消费买一千 就可以兑换限量的葱宝毛巾哦 太棒了 我们马上出发 详情请上 平东县政府官网查询 广告由平东县政府提供 快楼电报榜 快楼狗狗饼 97.5 快楼狗嘎人 92.3 快楼大带丢 89.5 快楼大带 89.3 快楼华当 98.3 快楼配偶 96.7 快楼红虾 91.3 快楼台湾 剪菜武汉 快楼联播王 快楼台湾 无限精彩 快楼联播王 欢迎回到 子余生活234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陈子余 那今天很高兴 可以为大家邀请到高雄市性别公民行动协会的理事长刘玉豪来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分享 那特别是关于这个月的月底在高雄会有一场很重要的这个同志相关的活动就是同志大游行 那同样的也请那个理事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港和国小的刘玉豪 对啊 对那个我们理事长同时也是一位这个校育现场的老师啦 那其实我刚刚注意到一件这个还蛮大的包啦 就是我们访问了将近一整集哦 我刚刚忘记问说 我们同志余已经在哪里了 今年在农十六 11月25号的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 好 那就是这个大家可以搭捷运到这个凹子底站 对对对 对就一起来那个踏青走一走这样子 那个我们刚刚在上段节目有提到 因为老师你的第一线教育现场的经历非常的丰富嘛 那就是有没有遇到那种就是可能 呃因为在你的教育的互动之下 那当然啦对于这个自己的身体 自己的性别都能够有比较呃完整的认识 然后后来毕业之后还特别过来 就是来找你 然后跟你分享说他呃未来之后的日子的这些经验 嗯 其实我跟学生的关系都还不错 我甚至还有第一届我教的学生到现在都还会跟我保持联络的 对已经他现在都已经二十六七岁了 哇 对那 你看不出来教书教这么久 我教书快二十年了 那这一个女生他都会跟我 他不定期就会回来找我 尤其现在他常常会跟我有些合作的事情这样 他就会跟我讲说 其实我做性交易也不是只在去年那个班级 我很早之前在高年级就开始做了 那那个学生还会 就是第一届那个女生还有跟我回 呃回应说他记得我在那时候有上过也是相关的课程 新教育的课程那觉得很好 因为让他后来有一些知识 他后来确实有运用上讲 当然可能说还有很多自修的部分 对但他觉得说那时候是持一个很开放的态度去看这件事情 他觉得很好 嗯 了解 所以这个诶听说是不是有一个学生他后来就是有跟你就是表达说他自己是同志的这个故事这样 对啊就是因为学生可能相对上蛮信任我的所以有一次我们这个是别班的别界的我们去同学会的时候就是你想想看那个已经毕业很久了 有一个学生都还会找我去他们同学会对所以表示关系还不错那其中就有一个呃女生他就带一个女生去我就诶 看另外那个女生我不认识那个好漂亮我就去问我们班那个女生说诶 那个是谁他就说诶那是女朋友啊就很自然的讲我就想说哦怎么会认识一个这么漂亮的女生讲就在那边有点闹他这样子对啊可是我觉得因为孩子很很信任你他也觉得知道这个老师知道了不会怎么样 对他就很自然的跟我讲对啊我觉得那就是很好的啊 是因为老师你刚刚提到一个字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自然啊嗯因为说句实话呃为什么现在这个议题某种程度上会闹得那么沸沸扬扬扬就是呃真的要比较不客气的讲啊就是会有一部分的人认为说这个嗯这一群人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性的倾向是所谓的不自然的不自然但实际上来讲你回顾历史从来就没有什么自然不自然的分别啊嗯你说呃我们举个例子嘛在日本战国时期 那那个之前姓常他最宠幸的这个进程哦生南丸欸他好像就是也是有一点情侣的关系在里面嘛嗯嗯嗯然后中国的成语有一个叫做那个什么断袖之屁嘛对不对所以这代表就是说这个所谓同性的互相的倾慕跟在一起那个是我天朝上国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已有知哦是我中国神圣不可分的一部分哦不好意思有点太政治的一点哦我只是想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那种所谓的自然不自然 呃很大一个层面哦他都是我们在事后出于自己的特定的立场然后去做一个正常不正常自然跟不自然的划分啊可是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不要说在人类的文明有类似的这种状况嗯其实在自然界也有啊对啊所以这其实就代表说所谓的不自然是什么呢恐怕就是用法律去规定一定只能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结婚那个才叫不自然吧嗯嗯他更早之前是一个男的可以娶好多个女的嗯对不对那这些由人为规定的 某种程度上他恐怕离自然的距离是比较远啊嗯所以我想说可能我们的时代都已经进步到2018年了那在我们的台湾有非常多的呃特别是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也希望可以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活在一个更平等更自由甚至是说一个更开放的环境真的是要向他们来表达一个感谢啦因为说句实话这个压力真的不小那我相信老师你应该也有一些感触吧 就是某种程度上要教这个就是希望可以让小孩子更好的这个部分结果却遭到了一些这个外来的压力这样子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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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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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這件事情是比較可怕的 也就是說他做的事情 他會覺得自己是正義的是對的 但是其實他的行為卻打壓到了 他看不見的弱勢 那這個其實會讓很多 不管這個弱勢是各種身份的 經濟的弱勢 族群的弱勢 或是性傾向的弱勢 我覺得很多人在做的都是不公不義的事情 去欺負到弱勢 那我覺得就我所說的社會學區內 我覺得看見弱勢很重要 因為像我一個老師 其實每個學期初就看到有些人 需要補助這件事情 那個也許就是有些人 不會care的啊 那如果是個中產家庭他會覺得 沒有貧富不均這件事情啊 但是我看得到 那同樣的我有很多同志朋友 我覺得他們在人生的很多關卡上 都是包含他們的家人 可能也看不見的 所以我覺得 就是要多多關心弱勢啊 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 我是有點想要借題發揮一下 老師不好意思 因為其實老師你剛剛提到 就是要看見弱勢 那因為在老師的位置上面 因為整個班級他的來源就是非常的 這個 差異性很大 所以其實不同的位置 真的可以看得到不一樣的風貌 其實世界不是只有一個 是很多很多個世界 我們每個人看出去都是一個世界 可是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老師他的位置其實 也就是跟政治人物的位置 他有一個共通性存在 因為你政治人物比老師的責任更大 是因為你擁有那個權力 你這個權力你要讓他去做出什麼改變 是要變得更好還是變得更壞 那個真的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抉擇 以前有一句話啦 叫做公門之中好修行 那個修行不是因為你可以 打混偷來那邊念佛經 公門之中好修行 是因為你做的每一個決策 都可以去救了一命 可以勝造七級浮屠 所以回過頭來 在今年的選舉 我就還是 因為本節目是爭論節目 不好意思 所以還是要強調一下 真的 如果說您聽眾朋友 先撇開這些議題不談 如果說你認為一個政治人物 他應該要為我們的社會 做更多的事情 然後能夠去照顧到這個社會上 最弱勢的那一角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什麼造妖境 如果你看到有政治人物他為了 簡單說就是為了選票嘛 因為 某一方比較人多勢眾 網路聲量大 然後就去簽了那個 就是很不OK的公投的連署書 所以要去這樣支持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認為他會有 所謂的看到弱勢的這個關懷在 那這樣的一個政治人物 是必須要持一個保留的態度啦 說句實話 所以也是為什麼我這一次 在節目的過程中一直在呼籲 就是 你可以不喜歡檯面上這些政黨 但是特別是兩大黨 但是一定要想辦法 能夠把我們的這個選票 可以去給那些 新興的小黨 有理念的小黨去一個機會 不管是這個時代力量也好 這個社民黨也好 或者是激進也好 這幾個小黨他們都有一個共通性 就是他們絕對是支持性別平衡的這一塊 所以我覺得啦 就是你要讓我們的社會去做出改變 真的必須 不只是我們從自身做起教育的現場 做父母的 甚至是說你就算只是一個路人 也都有他的一個義務在裡面 那特別是政治 我們也要努力的去做一個改變啦 讓更多有這麼一個性別平衡觀念 或者是說能夠去看到弱勢的這些 理想的年輕人可以進到我們的政治體系裡面去 所以不好意思那個講太久了 那今天還是最後要請我們的劉老師 再跟我們提醒一下 高雄同志大遊行 什麼時候在哪邊開始 在11月25號禮拜天 下午2點在奧子底森林公園 好的 那今天的節目就在這邊告一段落 非常感謝您的收聽 子瑜生活234 我們這個11月25號奧子底見 掰掰 我不知道 是� 是 什麽 和 做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